为了将桃园市的农产品推广得更广为人知 桃园市农会在桃花园饭店举办了青农农产品发表会 现场展出了青年农民们的有机作物 稻米、茶叶、蔬菜等农产品 并且以在地农特产开发了六道菜色 呈现出农产品不同的风貌 青年农民在田地里心情耕作 用双手改良出更优质的农产品 随着时代的进步 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 慢慢朝向有机 无毒农业迈进 现场农产品展售的花卉达人 也是利用友善大力的方式耕作 因为我们目前种植的时间点 其实都是在秋冬过后的白河季节 因为我们要因应过年 对 因为为什么要因应过年 就是将会 因为过年的时候它供需量需要很大 对 因为可能不只只有我们北部 中南部他们都有种 对 其实品种大致上大家都差不多 那只是说大家都要看谁的技术比较好而已 对 因为你今天你种得出来的东西 如果说有虫害咬伤啊 或者是病害啊 对不对 那你要去如何防治 只是看个人的技术去取决于你的花 今天漂亮或不漂亮的问题 发表会现场展出了各式各样的农产品 从根精类 蔬菜 稻米 花卉农产品一应俱全 其中的稻米以及有机蔬菜 自从工艺国中小天天安心食材之后 跟做面积和技术有更显著的进步 品质同时也提升了许多 像今年我们的全国十大生农也在我们桃园 是我们的林河村先生 他是从事茶叶生产的 这对我们这个从事农业的年轻朋友 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那我们今天所呈现出来的这些产品 我们的米还有我们的蔬菜 都是连年在我们的全国都是得奖的这个产品 像我们的有机蔬菜 透过市政府的这个支持之下 目前来讲我们的面积跟产能 跟品质都有非常长足的进步 希望能够透过这样的成果发表会 能够给我们的商家或者是消费者 能够来桃园采购我们这种优质的农产品 一桌可口的菜色摆满了桌面 集合了在地蔬果香菇肉品等材料 结合而成六道特色料理 在颜色和食材搭配上都十分有创意 也借此呈现出桃园市青农产品的多样性 桃园前期议员浩轩桃园上的报道